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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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看這起社會重案 當保護令變成一張廢紙 當一個瘦小的婆婆 被惡媳婦殺害棄屍 這一切的殘忍 在死者頭七這一天 通通攤在陽光下 這起案子 我們要先從找人開始 有一名住在鷹哥的老婦人 她69歲了 但是這天她的大兒子 想要關心老母親 卻找不到媽媽 怪的是同住屋簷的 弟弟一家人也搬走了 整個案子警方深入了解之後 就發現原來老婦人 她平常的生活 是充滿媳婦的拳打腳踢 只要他們討不到錢 就對她老人家下手 警方擔心邪局會變成社會命案 得趕快找啊 命運之中 就在老婦人失蹤的第七天 一切有了答案 很多命案一開始都跟失蹤有關 這個老婦人的大兒子 大兒子找了兩天 他大概從20號開始 就一直聯絡到他母親 都聯絡不上 都聯絡不上 所以他就覺得很納悶 一名男子急著找69歲的母親 這名老婦人叫做阿兒 平常生活單純 怎麼會突然之間 宛如人間生發呢 跑一家就看了結果 發現他媽媽的一些吃人的用品 包括他自己平常在佩戴的假牙 居然都還在家裡 還有一些他常常會帶的一些 隨身的東西 西行的東西 都在家裡 所以他都覺得很納悶很疑問 老婦人阿兒就住在英哥 每天一定要用的東西 都還放在家裡頭 但是他人呢 因為他媽媽也沒有電話 所以沒有辦法去聯絡器 所以早了兩天以後 大概從21號 21號大概搬完 他就向我們那個轄區的 鳳鳴派所去報案 說幫他找他的母親 一開始我們當然是先 以失蹤人口先跟他授臉 69歲的阿兒沒有手機 如今家人卻不見老母親蹤影 大兒子內心滿滿不安 警方開始以失蹤人口來追 那麼得有更多 關於老婦人的訊息 不到150公分 大概140出頭的更高 大概40公斤左右的一個 那個身材 所以相當是瘦小 平常他的交往很單純 就是也沒有在做事了 就是只有跟 靠一些他老公的退休金 因為他老公是公務人員退休的 還有他平常的一些積蓄 然後就一個人過活 那平常的交往對象 大概就是以左右鄰居 互相聯絡為主 瘦小的老婦人跟左鄰右舍 感情都不錯 從他的主要鄰居查訪嘛 查訪看有沒有看到這個老婦人啊 那主要鄰居是說 前兩天都有 還有看到他出來走動啊 那這兩天就沒有 怪了 明明前兩天還好好的 怎麼阿兒說不見就不見 再繼續跟鄰居打聽更多 關於他的消息 他有五個小孩啦 三個女生 兩個男生 那而且都各自婚家 最小兒子跟媽媽住在一起 那當然後來再娶老婆 他的媳婦也跟媽媽住在一起 三代同堂 原來小兒子還有媳婦 跟五歲的孫子也都住在一塊兒 不過小兒子阿強 還有媳婦阿茵 似乎就是大家口中的啃老祖 過去做過的工作是水定工 曾經他還有犯罪紀錄 還有曾經入獄過 所以其實他整個人生來講 他相對是經濟狀況沒有那麼好 又過度依賴媽媽 平常打零工為生 後來因為工作一直不順遂 所以等於說 他們自己本身的一些積蓄 也陸陸續又花完了 花完了以後 他就回來投靠她 她的母親 曾經入獄好吃懶做 回來跟媽媽一起住 想說省下房租 但他們卻整天 寄予老母親的錢 小兒子過度依賴媽媽 如果是好事當然很孝順 但如果是壞事 就會非常寄予媽媽的錢 他還有一個更可怕的媳婦 他叫做阿茵 那如果說只是一個兒子不好 那就算了 如果還媳婦都不好 兩個聯合起來 欺負一個69歲的老人家 婆媳問題嚴重 關起家門 阿兒面對的是媳婦伸手要錢 還有拳打腳踢 這是一個69歲老婦人她的日常 令人心酸 也心疼 小兒子本身跟她的太太 回來以後 老婦人是希望她去工作 那結果她 她們一直沒有去找到合適的工作 所以就一直懶散在家裡面 你說偶爾還好 那今年累月 老婦人看到兒子媳婦這樣不長進 所以當然她會唸她幾句 年紀輕輕 不做好事 完全就是依賴啃老祖 我們說啃老祖媽寶 阿強跟她的老婆阿茵 就是這樣的一個代表 年輕的媳婦啊 見不起老人家一再的跟她唸 跟她訓事 所以她當然也會反抗 這種氣願就是一直累積下來 那個老婦人跟她的小兒子 還有小兒子 一家人的一個互動 互動是有些問題啊 平常還偶爾會吵吵架 甚至有時候會 有一些肢體的一些衝突 每當阿兒無法再忍了 只能跟鄰居抱怨訴訴苦 但當她回到家 面對的還是不孝順的兒子 還有阿茵這樣的惡媳婦 在一次的大概五月中的時候 他們衝突點 他可能就要趕他出去啦 不好好工作的話 你就你們全家都搬出去 不能再讓你把我老本吃光了 這個媳婦居然要拿棉被 悶住這個老婦人 要嚇嚇她一下 後來沒有是她把這個狀況 跟她大兒子講 她大兒子帶她去 我們判處來申請那個保護令 從阿兒鄰居還有家人口中 警方打聽到了這些消息 聽越多 越是讓人擔心 那麼現在阿兒的失蹤 小兒子會知道媽媽的行蹤嗎 連帶著這個小兒子跟媳婦 還有這個孫子也一樣不見了 也離家了 所以我們當下我們就想說 是不是要先找這個小兒子 來詢問看看 這是巧合還是藏了什麼原因 找不到阿兒 就連小兒子一家三口也不見了 現在只要警方找到阿強阿姨 十之八九就能釐清這起失蹤案件 但要找阿強 也讓警方相當頭痛 本來就是居無定所 那平常不是泡24小時的網咖 就是泡沫紅茶店 不然就去素食店 偶爾晚上假如沒有地方處的話 就隨便公園廟宇也這樣住 稍微蹲一下 所以等於是居無定所 所以我們真的一找再找 我找了 剛開始覺得應該很快可以找得到 找得到他的小兒子 後來找了五六天找不到 而且加上這個老婦人 就一直沒有音訊 所以我們就覺得有點擔心 這樣的擔心 在警方心中越來越濃厚 冥冥之中住在婦人 消失的第七天 所以你說這件事情選不選 剛好就在頭七當天 最後我們終於在 案發以後第七天 就是27號 那個龜山的 某一家的泡沫紅茶店 發現到他們一家三口在那邊 終於他們出現了 趕緊追問老婦人究竟在哪 找回來以後我們當然是先問他 問他們說他媽媽去哪裡了 他的婆婆去哪裡了 那結果他們兩個夫妻兩個 就故作正盡了 沒有啊 我們早就被我們媽趕出來了 那我也不曉得說他 現在去處在哪裡 看到的是這兩個人的冷靜 是真的不知道 還是他們不肯說 還記得嗎 跟阿兒同住的不只是他們 還有五歲的孫子 後來我們就想說還有一個小朋友 五歲的小朋友 後來我們就請我們女警 我們的女警來陪她做審聊 從這個小朋友可能比較天真無邪 看能不能從裡面可以透露一點資訊 對辦案對這個案情有幫助的 這些訊息出來 突然間他蹦出這句驚人關鍵 小男童 就不經意跟我們的辦案童人講說 有啊 他在父母親 載他出去的時候 在機車上面 有聽到說他爸爸媽媽 把他的阿嬤載到山上去 孩子的天真無邪 倒出的是玩笑話 還是恐怖的命案真相 活要見人 死要見屍 警方直接帶著阿茵上山去找 把他婆婆載到那個桃園 湖頭山環保公園那邊去丟棄 那邊之前是一個很大片的一個垃圾 垃圾也埋藏 他們的心想說把他丟到那邊去 因為加上那個垃圾的眼 會掩蓋那個大體發臭語樂的那個氣味 所以他們以為說 把他丟到那邊天衣無縫 不是天衣無縫 而是法網揮揮書而不漏 就在頭七這天 不只凶手落網 也找到老婦人遺體 但怎麼忍心 對一個69歲的老人家 痛下毒手 婆婆就上來再跟他數落 我就可能有跟他講幾句 念幾句 然後就兩個都會發生激烈爭吵 他直接壓座 他把婆婆他這麼大字 婆婆這麼小字 他直接壓著 坐在婆婆的身上 然後指使他先生阿強 拿一條電線給我 然後他就用他先生剪的那個電線 把他的婆婆 掩死在現場 69歲的老婦人 沒能享受寒儀弄孫的幸福 反而面對不孝順的兒子 還有拳腳相向的惡媳婦 或許是人在座天在看 五歲孫子無心的一句話 卻是說出阿嬤被殺害的真相 冥冥之中 在頭七這天 老婦人慘遭殺害的命案 也終於睡落實處 臺灣大事不堂辦未期 各位好 我是俊上 我是雨昕 臺灣大事長期以來 為大家搜羅全台灣的重案 還有那些難以理解 不可思議的奇人騎士 邀請你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給我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你在加入會員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專屬的徽章 就可以跟著我們來看全台灣 更多非常離奇的社會案件囉 臺灣大事長 您的家庭是有的 最值得鼓勵跟支持 啊 五湯八月經 趕快動手加入我們的會員吧